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本节课程的内容 在声音方面 龙兄不会给你讲特别复杂难懂的 什么口腔共鸣 胸腔共鸣 头腔共鸣 横割膜等等专业理论 而是结合实战演讲经验 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为你呈现简单实用的实战声音运用 让你的声音具有感染力 我们现在开始 本堂课程主要有三块内容 腹部用力 一阳顿挫 温度 还有自信 我们一个个来学习 很多人在演讲的时候是这样讲话的 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讲 我讲话是不用力的 那你觉得我这样说话有感染力吗 这样的说话方式很放松 很省力 甚至有演讲者跟我说 他感觉这样讲话在心理上更安全一些 但这不是演讲高手的说话方式 因为完全没有感染力 很容易把观众讲进梦想 同样是这句话 我们可以这么讲 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讲 我需要换一种说话方式 你觉得我这样说话是不是更有感染力呢 这两种说话方式的区别就是 腹部是否用力 第一种说话方式 整个腹部非常的松弛 如果你肚子上有肉的话 它是向外凸起的 而第二种呢 腹部会向内收 来 跟龙兄做一个练习哈 找找感觉 我们一起发 呲这个音 呲 发的时候 腹部用力向里收 把呲啊给顶出来 呲呲 这样 感觉是不是脚肚子还往里收了一点点呢 好 接下来我们再发 呲这个音 把手放在腹部上 感受一下腹部收紧的感觉 可以顺便摸一摸自己的腹肌哈 如果你有的话 龙兄就有一块哈 你甚至可以用力捶打自己的腹部 如果感觉不是很疼 那说明腹部用力紧绷了 来 我们连发十遍 呲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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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找到感觉了吧 我们再做一个数梨的练习 好 一口气哈 现在深呼一口气 一口气把这段话读完 桌上摆着一盆梨 我们一起比一比 一个梨 两个梨 三个梨 四个梨 五个梨 六个梨 七个梨 八个梨 九个梨 十个梨 你还可以继续讲哈 十个里 九个里 八个里 七个里 六个里 五个里 四个里 三个里 两个里 一个里 请问你现在还有多少气 注意啊 鼠里的时候一定要腹部用力 如果你这样读 桌上摆着一盆磷 我们一起比一比 一个里 两个里 三个里 四个里 这样起不到练习的效果 你应该已经感觉到 腹部用力跟自己的气息有很大关系 所以啊 我们需要提升自己的肺活量 你有没有发现 运动员讲话的时候 往往中气特别足 就是因为肺活量很大嘛 龙兄建议你啊 经常做一些有氧运动 比如 我现在每天会跑一到三公里 虽然距离不长 但是跪在坚持 很多明星在开演唱会前 都会做大量的有氧运动 保证气息足够用 演讲啊 是一项综合性的能力 不仅需要掌握技巧 还需要身体的条件 精力 思想等等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会强调 如果只学一个技能就能带给自己一系列的改变 诶 这个技能就是演讲 人的身体啊 是用尽废退的 我有一个做潜水教练的朋友 他可以闭气四分多钟 不是因为天赋一柄 骨骼清洗 而是因为长期闭气的训练 所以啊 练习气息除了有氧运动外 你还可以每天坐坐 深呼吸 也可以拿一张纸巾 用均匀的气把它吹起来 类似这样 或者啊 不断匀速发 这样的音 以后说话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像刚出院的病人一样 不好意思 我没有力也没有气 而是啊 用上腹部力量 嘿嘿 我有力气 腹部用力是声音感染力的基础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学习 一阳顿错 有很多演讲者讲话是这样的哈 今天我给大家做个演讲 演讲的主题是我说话是平的 哎 整个演讲都在一个调上 你知道吗 如果一个人的心电图是平的 那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人已经死了 有生命力的声音 应该像心电图一样 是一阳顿错的 你见过哪个节目主持人说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新年好 他们都会这样说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新年好 哎 我帮你把一阳顿错 四个字拆开 就变成了一阳顿和错 咱们一个个来学习 一呢 就是把音量和音调放得很低 好处呢 是容易让观众安静下来 可以引导观众进行思考 特别适合做播音节目 各位小伙伴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龙兄 哎 现在是午夜十二点 不知道你们困了没有 反正我是困了 龙兄再给你推荐一首诗啊 在别康乔 我们来做个练习 哎 用意的方式把它读出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坐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西洋的西娘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坐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西洋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雁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哎 感受一下 那种西洋下静谧的意境 用意的方式读出来 当然 如果一直意的话 也不好 容易啊 把观众给催眠 我们再来学习一下 羊 羊的意思呢 是 羊的意思呢 是声音和语调都上去 比如兵哥哥唱歌啊 日落西山洪下飞 展示它吧吧应归吧应归 哎 羊上去 羊的好处呢 是鼓舞士气 比较容易打鸡血 尤其适合在人数众多的场合 或者做主食人的时候 用羊 给大家推荐一段演讲的练习素材 练习羊 这段话 你可以这么读 八百标兵奔北坡 泡兵变派 北边跑 泡兵怕把标兵碰 变派 如果练习羊的话 你需要这样读 八百标兵奔北坡 泡兵变派 北边跑 泡兵怕把标兵碰 标兵怕碰 泡兵 泡 羊在演讲中啊 非常重要 比如讲到重点词和重点句的时候 就加重来讲 用声音 当然 也可以同时用肢体语言 来配合内容上的重点 羊的缺点 也很明显 比如说 上嗓子 容易累 观众听着 也会容易累 接着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顿 很多演讲者这样讲话 今天为大家分享 飞机为什么飞得那么快 因为它中间不停顿 不停顿 所以就飞得快 这就是我的演讲 对于这样的演讲者 我最担心的一个问题 他会一口气 讲不上来 晕过去 有的演讲者 讲了一个还不错的段子 观众正准备笑呢 结果他却继续讲别的 他自己郁闷观众不笑 观众差点没憋死 类似情况是 本来讲的内容值得鼓掌 结果你继续讲 不给观众鼓掌的机会 特别可惜 演讲的过程当中需要停顿 而停顿可以让整个演讲更有节奏感 可以给观众更多思考和参与的机会 同时也能让自己喘口气 演讲高手需要控制自己的语速以及停顿 来我们来读一读 I Have a Dream中的经典剧来进行练习 我梦想有一天 在佐治亚州的红色山岗上 昔日奴隶的儿子和奴隶主的儿子将会坐在一起 亲如手足 我梦想有一天 甚至连密西西比州一个热浪逼人的荒漠之州 将变成一个自由和正义的清清绿州 找一下中间停顿的感觉 P要点符号之间需要停顿一下 逗号短停顿 句号长一点的停顿 而宾语 也就是动词和后边宾语之间 可以加上一个停顿 比如梦想有一天 在主语和谓语之间 也可以加上一点停顿 我梦想 OK 找一找这样的感觉 好 最后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错 错的意思是转折 在演讲当中 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时候 最后呢 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错 错的意思是转折 在演讲当中 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用法 通过连续的 来把这个语式拉得很高 然后在声音和内容上 进行一个强转折 可以起到很好的幽默的效果 如果你喜欢听郭德纲的向上 你会发现 这是最常见的抖包袱方式之一 精彩 往往放在结尾 比如说啊 你可以讲这样一句话 然后作为一个转折 你的眉毛带着浓情 温柔的眼神观望着我 那一刻我的整个心 融化了 这就是一个错的感觉 好 以上呢 就是一扬顿错 演讲高手 需要熟练使用一扬顿错 该一的时候一 该阳的时候阳 该顿的时候顿 该错的时候错 主要看你演讲的场景和内容是怎样的 龙兄在分享给你一个非常简单有效的声音技巧 叫做尾音上阳 阳呢 是带能量的 阳呢 是带能量的 在句子的结尾处阳起来 往往可以获得观众的掌声 比如啊 歌星开演唱会的时候就会讲 左面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 右面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 树上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 观众就会热烈的回应 你可以练习这句话非常有用 各位小伙伴 大家晚上好 小伙伴就会给你热烈的鼓掌 温总理啊 在剑桥大学做演讲的时候 被捣乱分子扔鞋干扰 温总理回应 这种卑鄙的伎俩阻挡不了中英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你可以感受一下啊 讲完这句话就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如果换成这样讲呢 这种卑鄙的伎俩阻挡不了中英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效果就会差很多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三部分 温度和自信 所以有感染力的声音啊 是充满温动的声音 所以啊 你演讲的时候需要走心 讲出去的话带感情 我们上学的时候读课文是这样的 北国风光千里冰昏万里雪飘 往常上内外围郁芒芒 沁元春雪是毛主席在1936年写的词 抒发的是一种高阁觉和大报复 所以啊 朗读的时候要带着感情进入那个角色 有气吞山河的气势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往常城内外围郁芒芒 大河上下顿时滔滔 山五银蛇圆池辣象 欲天公势比高 你自己练习的时候可以继续读花 甚至把这首词整个完整的读完 带着毛主席的那种感觉 你的声音是否悦耳 有能量 很重要的一点是自信 而提升自信心的方式 不用我多说了哈 经历挑战加把战舞台 一段时间的刻意练习之后 你会发现 只要在人群当中一张嘴 就会立刻成为别人瞩目的焦点 李健同学专门为这个现象写了首歌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只可以听了你一句 再也无法忘掉你声音 龙兄需要特别提醒你两点啊 如果你想成为演讲高手 建议你有意识的保护嗓子 少抽烟 少喝酒 少熬夜 少吃容易上火的食物 经常用盐水 淡盐水来漱口 我的好机友CC院长 跟我分享过他的独家补气护嗓秘方 枸杞 黄旗 风斗 西洋参 这四味中药每天泡水喝 提醒你第二点 关于讲好普通话 龙兄认为 如果你不是想成为播音员 或者主持人等语言专家讲好普通话 也就那么回事 你不需要把它讲得非常的标准 这个问题不需要解决 这个时代缺的不是标准普通话的人 而是有故事有思想有特色的人 讲不好普通话不是你的缺点 而是你的特点 就像龙兄另外一个好机友邱叶大叔 他说话是大河头的 龙兄你平时讲话 你不要大河头 但是邱叶大叔的演讲 很多人都很喜欢听 所以不要管自己的普通话问题 让自己成为有故事 有思想 有特色的人 好了 听讲不如演讲 演讲助理之场 我是龙兄 我们下集再见